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大理资格 押入天牢 庭后发露 陛下 臣觉得只要封杀丹阁的药材供应 对方自会俯首称臣 对 公告大齐所有家族和势力 停止购买丹阁丹药 看他如何和我大齐对抗 诸位的提议都很不错 朕甚感欣慰 接下来 谁的提议 谁亲自去丹阁执行 不得推辞 陛下 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使不使不得 诸位爱卿 你们先前 不是说得很起劲吗 这 李老 刚才是你提议 停止对丹阁药材供应的 甚觉得很不错 不如就由你带头 去丹阁宣布如何 陛下 不如就此回家休养 一样天年 不更好 臣 遵旨 几位王帝 你们的提议也不错 不如前去丹阁宣旨 陛下 臣弟仔细想了想 丹阁与我皇室联系紧密 不如就此算了 但那秦臣必须严惩 对对 臣弟也觉得严惩秦臣便可 那秦臣是五国大笔功臣 若严惩了他 谁去参加五国大笔复事 为我大旗争光 李亲王 你有人选吗 还是说 让荣王你那傻儿子代替 陛下息怒 可不 令南昭家坑死我了 康王 臣在 你奉朕旨意通知丹阁 岐王不知检点 怪我皇室威严 任由丹阁处置 此外 剥夺私房所吕阳之物 便为庶民 同样交由丹阁处理 退查 臣 遵旨 惠城 外面有麻烦 好大的胆子 简直放肆 跟我走 这不是血脉圣地的东方清会长吗 他怎么 莫非是来找丹阁麻烦的 这位是我血脉圣地的东方清会长 阁县还不速速去通禀萧雅阁主 两位还请稍等 东方会长 好久不见啊 萧阁主 别来无恙 陈少 好久不见 真是想死老妇了 东方会长 好久不见 萧阁主 这次我血脉圣地管教无方 给你和陈少添麻烦了 东方会长言重了 您不是来替你血脉圣地的人出头来的 短月得罪陈少 罪该万死 老夫妻会替他出头 不知死活的东西 敢在陈少面前嚣张 死了拉倒 康王也驾到 真是热闹啊 萧阁主 康王 东方会长也在 诸位免礼 本王特来传达陛下旨意 齐王赵启睿于丹阁生事 败坏皇室生育 罪无可恕 任凭丹阁处置 令免去吕阳司方所所长一职 贬为庶民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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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翼 蛤 蛤